我們是越過山丘 我們支持滑東一路坐回家 這群學生看到住在花蓮與台東的同學 假日與連假想回家過節時 卻要飽受買不到車票的困擾 因此組成了越過山丘團隊 想要藉由他們的力量 讓更多人注意到滑東火車一票難求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在前兩個禮拜的半夜12點 就坐在電腦前搶票 但是不只我 就是還有包括我的家人 就是每個爸媽 然後我的朋友 大家一起搶 但是還不一定可以搶得到 花東鐵路就是每年逢年過節的時候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問題一直被爆出來 可是好像有個五到十年了 就是一直都出現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去解決這件事情 我們想要透過我們的一些力量 來試圖改變做一個突破的口這樣子 而他們也不僅僅只是呼個口號 他們將關心花東居民 買不到火車票的心情 付出實際行動 除了設立臉書粉絲專頁 連署都為藝人與名人的支持 跟親自拜訪立委蕭美琴 討論購票實名制的問題 那優先購票的權利 如果要跟一般的遊客來做區隔 我們是希望是搭配實名制 也就是一個人一個名字一張票 就像我們搭飛機一樣 所以呢這個優先購票的權利 也不會被濫用 同時也向台鐵請益有關實名制的問題 不過台鐵運務處營業課表示實名制的實施必須要有相關的法源依據 他們以針對此項問題請相關學者研究 一個法律上沒有不同的這種權限 那這個行為我們又是不是基於安全的理由 而是只是為了照顧我們這些特別地區的一個 一個的政策優先權 而來實施實名制的查驗 是不是有違反到人權的問題 越過山丘團隊說 雖然他們只是大學生 但相信透過持續的努力就能促進主管機關實際去改善問題 學生們甚至將自己的畢業製作展主題定為花東一路做回家 5月6日將在松菸文創園區展出 希望更多人一起關心花東居民回家火車票難買的問題 記者森能導售台北市採訪報導